目前,内蒙古西林郭勒蒙西乌齐米曼匡业223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已死亡22人,28人受伤 26日晨间,一名伤员伤情突然加重,经全力抢救已脱离险情 另一名危重伤员在记者发稿时仍在接受手术治疗 事故医疗救治组负责人在西林郭勒蒙某医院向记者介绍了伤员救治情况 特别危重这个病人,昨天晚上进行手术治疗 那么手术治疗以后,现在就是观察病情变化 现在的生命体征是平稳的 就是截止到现在,应该还是9个危重的,13个重的,那么6个轻的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病人,这种情况它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那么在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去给积极对应,积极处理 而且现在有一部病人吧,就是昨天我讲了有十几例病人 那么他都需要后期治疗的 他有的有多数骨折,有的其他问题 那么这些需要二期手术,根据他的病人的情况来分析处理 包括我们昨天已经把这个所有的病人,昨天晚上我们把所有的病人情况 我们都做了一个做了一个评估 那么需要二期处理的我们不断地观察,不断地在进行,不断地来解决 云志中还表示,目前有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安定医院 以及内蒙古各大医院的多位专家参加了对事故伤员的医疗救治工作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已有11名一曼矿业重大安全事故责任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记者前往位于西林过勒蒙西乌齐的一曼矿业公司探访时看到 选矿车间、主料运输设施等均处于停工状态 员工宿舍内大部分房间也已空置 至于少量工人仍在等待进一步消息